我其實上完去跳 我根本已經是好像斷了片 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什麼動作 直到Ring老師提醒我 其實你做錯了很多動作 其實那時候我也有想 是嗎?有嗎?應該沒有 但我再回去問我室友 他跟我說 你所有動作都是晚半拍 明明彩排的時候都不是這樣 大家都是有失誤的 沒有我們平時練習那麼好 那就齊整了 唯有下次做好一點 其實唱完之後 其實我自己就不是很滿意 可能那個音滑了一點 或者拍子入詞了 早了一點點 我都會覺得那個表演很不完美 我就會很生氣自己 有時候 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過程 亦都是表演就是遺憾的藝術 導師的評價就是都挺嚴格的 所以就是壓力也很大 我覺得導師們首先是真的 有在很耐心很認真的 去給我們一些他們的經驗和建議 我覺得這個是很寶貴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Rain老師是點評得對的 因為其實去到真的一個舞台實戰 你才知道自己的不足 而一個表演者不是就這樣說 上去唱一首歌就可以了 其實是有很多很多細節是要注意的 所以其實這次來就把自己打回原形 就發覺其實這條路就很長了 有一段時間去學 既然是來參加比賽的 肯定是要演唱必頓的 我可以私下去提出我的短板 我希望在一公的時候 我不會有失誤了 可以展示到我最好的表演 給大家知道我真正的實力究竟是多少 因為很渴望舞台 所以會抱著百分之百的決心去努力嘗試 我希望可以成為一個 當別人說起我的名字的時候 會記得一個作品 記得一首歌 或者記得一個舞台的一個人